买菜恰攻一位南球新竹县竹东镇姓义龙凤和二重浦停车场采收费停车 但最近却被民众发现了入口柵篮和缴飞机统统拆除不见了 让想停车的民众感到疑惑 原来是旧厂商租约到齐等待交接出现了空窗期 路边车位一位南球许多人就选择到停车场 但竹东镇龙凤二重浦和姓义停车场的柵篮最近全拆了 引发民众热议 停车场这个厂商履约到齐的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新的厂商已经在这个五月底 已经有拿到这个本证的这个标案了 所以这个其实新厂商的这个 它的这个行政器已经可以开始履约了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这个所谓这个交接上的问题 只是说这个旧厂商因为他约到齐 他要先做这个退厂 那有一些这个厂商他们负责建置的这个设备 那因为是他们的财产 所以他们可能要先移除 车格内停满车辆 但仔细一看 原本该是停车栅栏和机台的位置 现在确实空了一块 剩下电线还留在现场 让想停车的民众很疑惑 原来是旧厂商六月七号组约到期 将机台拆除成了无人看管停车场 也引来月租车位民众不满 没有提前公告 正公所出面回应 新厂商要全面改成电子支付 无纸化收费 在交接转换空装期 民众仍可正常停车 未来是规划用这个 我们会推动全部这个无纸化 那不采用人工收费的方式 先有一段时间 宣导期做这个免费的停车 但是因为目前这个市场周边的状况 比较混乱一点 那可能我们就会先要求厂商 要针对可能新一停车场 跟几个停车场 先做这个人工收费的方式 来改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 跟那个场面有混乱的问题 六月十五启用新设备前 龙凤汉二重浦停车场免费停车 新一停车场因临近市场使用量大 避免交通阻塞 仍维持一小时二十元 菜人工收费来应应交接期 菜人工收费的方式